很難的一題 一個問題 問我就對了什麼問題 你酸民說某某的作品 根本看不到黃明志的車尾燈 黃的曲風多變 某某根本千篇疑慮 這哪裡是酸民啊 這應該是你親戚講的吧 你老實回答我 初結論結婚的時候 有沒有發帖子歌 如果他發帖子給你 我現在就掛電話 周結倫的創作 他有一個缺門 就是你有的 但是他沒有 你知道是哪一門嗎 哪一...鋼門嗎 黃立宏太帥了 你跟他是人鬼疏徒 所以真真的酸民是憲哥 太酸了 憲哥你真的是酸民中的始祖了 某某根本看不到黃明志的車尾燈 黃曲風多變 某某根本千篇疑慮 四個選項 A 林俊傑 B 周杰倫 C 王力宏 D 蔡依林 這根本就挖洞給我跳啊 這故意的嘛 酸民講的 酸民講的 酸民怎麼可能會害我 怎麼可能會幫我 一定會害我的啊 沒有這個我就丟給其他人去死就好了 哦呦 Call out 好 黃明志使用Call out 分量大一點就可以了 可以Call out給一個人 你要Call out給誰呢 我覺得找分量大一點的 大咖 大咖來了 大咖 來 要對著 對著 哈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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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哈嘍 憲哥你好 我現在在錄影 憲哥 我很為難 就是有一題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只有靠你才可以回答 什麼問題呢 很難的一題 一個問題 問我就對了 什麼問題 有酸民說 某某的作品 根本看不到黃明志的車尾燈 黃的曲風多變 某某根本千篇一律 然後下面有四個選項 就是猜到 那個酸民是在講誰 A是林俊傑 B是周杰倫 C是王力宏 D是蔡依林 這哪裡是酸民啊 這應該是你親戚講的吧 曲風啊 Jolin的話 她是表演者的成分居多 那再來還有誰 王力宏是不是 嗯 王力宏太帥了 你跟她是人鬼殊徒 這個回答 所以真正的酸民是憲哥 太酸了 憲哥你真的是酸民中的十足 但是我覺得 王力宏這個答案 可能性也蠻高 因為他這一陣子蠻黑的 哦 有道理 有沒有道理 那你要講林俊傑 林俊傑他歌唱得好啊 嗯 他的情歌一流 但是除了情歌以外 的作品就 還好 那你的 你的創作曲風是厲害的 但是 情歌就 還好 還有誰 還有周杰倫 周杰倫 也 周杰倫 那名字我先問你一下啊 你老實回答我 不要騙我好不好 我嗎還是 可以嗎 你老實回答我 啊 好 好不好 好的 好 周杰倫 結婚的時候 有沒有發帖子給你 我覺得 我覺得這種事情你們應該自己請他憲哥來你們全部自己玩 好不好 不要拖我下水好不好 不要拖你有沒有發帖子給你嗎 如果他發帖子給你 我現在就掛電話 如果沒有我就幫你解答問題 有沒有 沒有 肯定沒有 都沒有 沒有那很好那很好那很好 周杰倫的創作 他有一個缺門 就是你有的 但是他沒有 你知道是哪一門嗎 哪一 鋼門嗎 哈哈哈哈 灰諧跟幽默 這是他永遠做不到的 聽杰倫的歌會感動 但聽你的歌會快樂 哦 哇 竟然沒有笑話 哈哈哈哈 你大的鼓勵 所以 可以請憲哥選答案的嗎 這個節目是誰主持啊 主持人是誰 啊 賀龍賀龍 賀龍是嗎 賀龍你在嗎 賀龍 來 你跟他聊一下 哈哈哈哈 哈嘍哈嘍 我是賀龍 哇你最近 紅得不得了 我問你一件事 欸 你要老實回答我 哈哈哈哈 來 來 憲哥請說 那個 柏恩是不是你老大 哈哈 哈哈 不是 吳宗憲才是我老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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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他在晚上說啊 他說上了我一次節目 結果六七年都有陰影 啊 那憲哥要不要來上我的節目 我來驗證一下有沒有陰影 我們底下的朋友的呼聲夠大了 憲哥就一定來 好不好 哇 啊 啊 啊 感謝憲哥 感謝眾議的總統 所以憲哥你的答案到底是什麼 對 答案 你可以告訴我你的答案嗎 憲哥我能夠你這樣看嗎 我跟你講 他會講這些你自己判斷嗎 我還是丟給我自己 好 自己答吧 哈哈 好 差不多了 好好好 謝謝憲哥 我自己答我自己答 哈哈 我要去直播了啊 好好好 好直播一塊 好 我們運起來 我們運起來啊 好 謝謝憲哥 謝謝 謝謝 拜拜